大家好,我們是水尢水某 今天想看一部好電影嗎? 不過這次我們想要介紹的不是一部電影 而是一個陪伴了我們11年的電影角色 鋼鐵人Tony Stark 因為今天的節目會討論到剛剛上映不久的《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過電影的話 建議你等到看完之後再回來看影片喔 漫威電影《宇宙》是過去十年裡面全球電影產業的霸主 光是從影史十大賣座牆片中 就有五部是漫威宇宙的作品這一點中就展露無遺 但你知道在2008年《鋼鐵人》第一集上映前戲 漫威其實是一個瀕臨破產的公司 甚至還藉著出售許多寶貴的角色產權才得以延續 而扭轉一切的不是別人 正是由小勞伯道尼所扮演的《鋼鐵人》 《鋼鐵人》的賣座不只帶給了漫威影業重生的機會 更奠定了接下來11年的王者地位 而扮演《鋼鐵人》的小勞伯道尼更是功不可沒 因此今天的節目我們想要徹底分析漫威電影《宇宙》中 《鋼鐵人》這個角色 這位演員以及他所帶給我們的啟發 不過在繼續看下去之前請先打開字幕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新影片上線時的通知了喔! 我跟Sweeple常玩的一個小遊戲 就是在看完一部電影之後 彼此丟出我們覺得也很適合扮演某個角色的演員 例如我們覺得明日邊界的女主角Emily Blunt 好像也很適合驚奇隊長 或是黑豹裡的唐弟好像演黑豹也不錯等等 但是每一次只要討論到鋼鐵人Tony Stark 我們總是一致認為這個世界上不可能有比小勞伯道尼更適合的演員了 後來我們研究了一下他的人生 意外地發現他的故事跟Tony Stark的生平有許多共同之處 甚至說電影裡的Tony Stark是為了小勞伯道尼量身打造的也不為過 小勞伯道尼出生於1965年 他的爸爸老勞伯道尼是70年代的知名演員和導演 因此他跟Tony Stark一樣 幾乎是從出生開始就注定了要跟著父親的腳步 而優異的天分也讓他在年輕時就展露出超越父親的跡象 在電影裡Tony Stark在父親過世之後接下了史氏工業 靠著過人的才華打造出了無數威力強大的武器 奠定了史氏工業在軍火業的地位 少年得志又自命不凡 Tony成為了標準的花花公子 每天過著紙醉金迷的日子 小勞伯道尼出生電影世家 五歲開始就在爸爸的電影中客串 接下來的演藝生涯也十分順遂 更在1992年年僅27歲時 便以卓編靈與他的情人入圍了奧斯卡最佳男主角 但是好幾不長 Tony接下來遭遇了《鋼鐵人》第一集裡的綁架事件 不只淪為階下球 還親眼見證了他隱以為傲的發明 變成了危害世界的兇器 而在真實世界裡 小勞伯道尼則是因為毒癮問題遭到逮捕 進而入獄服刑 而他所失去的不只是自由 更親手葬送了他的大好虔誠 沒有劇組願意跟他合作 甚至連保險公司都不敢冒險承接有他在內的任何演藝項目 Tony Stark跟小勞伯道尼雙雙重人生的糕點跌落谷底 而他們的重生之路正是鍛造出《鋼鐵人》這個超級英雄所需要的嚴苛挑戰 事實上《鋼鐵人》前兩集的導演John Favreau 在選角的階段就覺得小勞伯道尼的個人特色 不管是外型、個性還是過去 都跟Tony Stark不謀而合 所以即便小勞伯道尼當時尚未擺脫他早期的陰影 仍然大力舉薦他擔綱主角 在確認出演之後 當時已經40好幾的小勞伯道尼除了情戀身體之外 更積極參與劇本的撰寫 讓他的許多個人魅力、特別是幽默感的特色 能夠更加融入劇情裡 真實人生裡的小勞伯道尼就跟電影裡的Tony Stark一樣 僅僅把握住難得的第二次機會 也催生出了這個注定流迷影史的經典角色 《鋼鐵人》之所以是許多人心中最喜歡的漫威超級英雄 除了小勞伯道尼傳神的詮釋之外 漫威用了長達11年的苦心安排 把這個角色不管是深度還是廣度 都發展到了影史前所未見的程度 其中最能體現這個安排的 就是Tony Stark的經典台詞 《我是鋼鐵人》 《I am Iron Man》 他在系列電影裡面一共說過四次這一句話 分別是三部本傳電影 以及剛剛上映的《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 我們接下來即將要為你解析 這四次《我是鋼鐵人》的宣言 背後所代表著不同的意義 《我是鋼鐵人》 在第一集裡Tony原本是個玩世不公的浪子 在驚覺自己虛職大半輩子之後開始積極署罪 打造出鋼鐵一試圖以鋼鐵人的身份彌補以往的過錯 並且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 在成功打敗了反派之後 Tony生平第一次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也為此感到驕傲自滿 忍不住在原本要隱瞞事實的記者會上 向全世界宣告《我是鋼鐵人》 他這次的宣告意義是在告訴世人 他知道自己是誰了 他找到了一生的使命 同時在他內心深處 也因為多了一個鋼鐵人的身份而感到鬆了一口氣 因為某方面來說 這個新的分身是一個工具、一個救贖 是彌補Tony Stark以往罪惡的一次機會 從此Tony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人生 因為Incent以及數以萬計 因胎而死的無辜生命 幻化成強大的罪惡感 不斷地驅使著他 讓他開始了這段必然的英雄旅程 《別浪費時間》 《欧洲ARRICK》 《啊 generational news》 《我 laborious error that I am Treasure 我 task city 《我二人事物 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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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 《 sürpande 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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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後 从國際上學會把 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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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負的Tony告訴他們 你們別做夢了,我是鋼鐵人 鋼鐵衣跟我是一體的 不過他接著要面對的 卻是同樣能夠打造出鋼鐵衣的反派 讓他倍感威脅 Tony在第二次的宣告跟前次相比 更像是急著要告訴世人 我才是正宗的鋼鐵人 誰也不許搶走我的身份 此時鋼鐵人的身份對Tony來說 是他向世人證明自稱價值的唯一方法 因為大家都愛鋼鐵人 但是卻對身穿鋼鐵衣這個傑傲不遜的Tony Stark很反感 因此他只能越握越緊 沒事就穿著鋼鐵衣 就連自己的生日派對也不脫下 他藉著被肯定、喜愛的感覺 來讓被罪惡感壓得喘不過氣的自己 短暫獲得紓解 我們看到在自大狂妄的武裝之下 Tony獨自與深切的罪惡感拉鋸著 他需要外界持續地肯定,來平衡自己 在第二集最後 當神盾局長跟Tony討論他是否適合加入復仇者聯盟時 黑寡婦的評估報告結論是 鋼鐵人適合加入,但是Tony Stark不適合 Tony不明白,在他這麼努力證明自己之後 你們怎麼可以接受一個我,卻拒絕另一個我 於是他只好繼續打造更多更精進的鋼鐵衣 Tony第三次宣告《我是鋼鐵人》 發生在《鋼鐵人》第三集片尾的自白裡 在這一集的故事中 Tony經歷了《復仇者聯盟》裡來自外星的威脅 也就是一直讓他做惡夢的紐約事件 讓他驚覺雖然他自詭鋼鐵人在地球上無敵 但是原來外太空裡還有更進化的科技、神秘的力量 隨時能夠擠垮地球 光是靠鋼鐵人或是其他的超級英雄是無法保護地球的 所以他陷入了恐慌 發了狂地打造一個又一個鋼鐵衣 直到危機發生 他的家跟基地被反派一舉摧毀 唯一的一套鋼鐵裝也因為故障與電力不足 在大多時候處於停機狀態 就連他一直仰賴著的Jarvis也下線失聯了 此時的Tony被迫回到原點 靠著自身的知識、經驗以及隨機應變 度過了這次的難關 而也因為他經歷過了這次的挑戰 他終於掙脫了鋼鐵人這個劍 你有發現鋼鐵裝們在這一集裡 不管是以遠端遙控的方式行動 或是損壞時以人形的方式待機 都像是一個獨立於Tony以外的個體嗎? 甚至Tony還曾經多次以第二人稱的口吻 跟Mark42對話 這一切都在在暗示著 這個階段的鋼鐵人對Tony來說 已經不再是跟他密不可分 而是一個可以隨時抽離的存在 也因此 當最後Tony決定把所有的鋼鐵裝炸掉 並且拆掉身上的反應爐 都是體現了鋼鐵人存在於Tony之內 而不是Tony存在於鋼鐵人之內 如同他最後所說的 你可以拿走我的房子、科技、裝備 但有一樣你是拿不走的 我是鋼鐵人 另外一個有趣的點 是從鋼鐵人第三集之後 鋼鐵一慢慢地開始以奈米科技製作 就像是從Tony身上長出來的一樣 這其實就是象徵著 鋼鐵人跟Tony Stark自此合而為一 不再是個別存在的個體了 Tony在第三集後 經歷了復仇者聯盟2 與美國隊長3等等挑戰 他雖然已經從鋼鐵人的角色中自我超脫了 但接下來的他 則是受苦於自身的2 一直以來這麼努力的他 似乎卻在別人眼中 總是不斷地把事情搞砸 他體認到自己只是個凡人 似乎不應該擅自做決定 而在復仇者2裡面 飛鴻女巫讓他看到戰友們全部陣亡的意象 以及美國隊長責怪他 你原本可以救我們的時候 又再度加深了自己從未釋懷的罪惡感 過去11年裡 Tony陪著全世界的觀眾經歷了好多好多 我們看到他從最初的迷惘到醒悟 從自我到大我 或許對他來說 最終他需要的是一種解脫 能夠就此抵消他內心中 無法原諒自己的惡 而漫威給他的結局 正是對他的一種仁慈吧 在我們的上一支影片裡面有提到 Tony跟隊長一直以來都是個互相矛盾 卻有彼此依賴的對比 受到了隊長大我情操的影響 Tony早已經不再是那個唯我獨尊的自大狂 他聰明幽默依舊 卻多了丈夫跟爸爸的溫柔 以及戰友的肩膀 他選擇了自我犧牲 不僅讓自己就此能放下罪惡感的譴責 更重要的是他從此留下了傳承 這集的結局雖然感人 但我們覺得最大的轉折 卻是當他回到自己出生的1970年 跟當時即將成為父親的爸爸 Howard Stark相遇的那段劇情 Tony雖然敬愛父親 但是不擅長表達情感的Howard生前 並沒有讓Tony接受到太多的父愛 而這也是為什麼在之前的系列中 Tony曾經不止一次表達對於Howard的抱怨 但是在終局之戰中 當兩人一見如故地相遇 並且瞭著自己的下一代時 Tony才發現Howard為人父的感受 兩人在告別之前Howard告訴Tony 雖然我的孩子還沒有出生 但我知道這個世界上 沒有什麼是我不願意為他做的了 這句話不只在當時感動了Tony 更預告了他接下來為了女兒、家人 乃至於所有其他人犧牲的決心 如果說他在第三集中宣告《我是鋼鐵人》 是在說《鋼鐵人》存在於Tony之內的話 那他在終局之戰裡的宣告 就是在告訴Thanos 乃至於任何還想要危害地球的人說 《鋼鐵人》存在於每個生命個體之內 他的付出不只拯救了宇宙 也讓所有的人明白了他是為何而戰 如果有必要 他們也會願意為了Tony的信念 做出同樣的犧牲 Tony不僅以《我是鋼鐵人》 《鋼鐵人》的宣告來呼應漫威宇宙的開端 他的犧牲也繼承了在《鋼鐵人1》的時候 因森為他犧牲的精神 不僅為他自己 也為漫威初代英雄們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點 看完了今天的節目 你是不是再次地愛上了Tony Stark這個角色呢? 或許我們不會在日後的漫威宇宙中 再次見到他的身影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 Tony Stark、鋼鐵人的精神 乃至於小勞勃道尼的影響 將會不斷地傳承下去 我們每週都會有新影片上線 不想錯過的話就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要按下小鈴鐺喔!